叫做什么呢 嗜酒师 这个嗜酒师可以说是舌尖上的魔术师 他们就是把餐厅的美食跟葡萄酒 要融合得恰恰好 那么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说喝一口就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 这么厉害 带你来看 你好 我是台北文华东方嗜酒师 叶昌勋 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 鼻挺黑西装端正胸前勋章 商工前在镜子反复整理余容 发型皮鞋 一丝不苟检查好 才能站到台前 在西餐那意大利的餐前酒 是一个很重要的葡萄酒品项 所以我会帮各位准备两杯香槟 让你开开胃 这是五星集饭店式酒师 穿梭在餐厅 客人享用前菜同时 他震撼主厨讨论 主餐干贝和意大利顿饭 该怎么跟同酒搭配 我会有两个客人买一碗 但他们买一碗特别的酒 它会比较感兴奋 所以您可以帮我们买一碗特别的 一些特别的素材 参酒搭配是观察室酒师 功力的关键 今天的酒是reserva reserva的意思就是成年教堂的意思 就是它必须要在项目桶里面 成年18到24个月不等 那通常成年的目的 是让它的丹铃 对 让它的丹铃软化 所以你放在这边开 也是为了让它不要混作 对 尽量不要干扰到整个酒的状况 从产地年份到酒庄的故事 嗜酒师要撩络指掌 先闻香气 事宜 但循序向客人介绍口感 嗜酒的目的一般就是让你 让你感受一下整支酒的味道 那最主要的重点还是要让你想 这支酒它的品质没有坏掉 葡萄酒产区全世界有好几百个 要找到对的酒其实是比较难一点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花大概几分钟 去跟客人聊天 清楚他的习惯 全台像他一样能挂上 嗜酒师资格的只有十位 韩维仁这职业有着光鲜外表 嗜酒师从欧美盛行到亚洲 其实更像古代皇帝身旁的用善大臣 嗜酒师分四大等级 一阶基本达到的是红色勋章 第二阶认证紫色勋章 就像叶长勋这样 第三阶进阶版是绿色勋章 而最高阶称为葡萄酒大师 全球只有三百多位 考这个证照跟大学年考有个拼 因为我们不只要念而已 就是除了笔试 写简答题 还有要写作文 写完作文之后 考官还会请你实际操作 拆年份是最难的 所以蚂蚁在室友师考试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 考试要远赴国外测验费用 更高达8万台币 要拿到试酒师资格 除了极大热情 还要砸重门 以前他可能来餐厅他会说 可不可以帮忙介绍一下酒 他就不会说 有没有试酒师之间的 可是这两年有非常多的人 开始正视试酒师这个行列 试酒师的工作包含 储藏管理酒窖 控制预算 采购酒 面对顾客要有随考几打的能力 尤其是你的第一句话 要如何破笔 要如何跟他说哈喽 我们不是来真的要推销东西的 只是就是希望他信任我们 可以帮他挑选最好的东西 所以随时不断扩充专业知试 是试酒师每天的功课 除了苦练时做 别无他法 好 那因为这样我就一看就 我就记得这大概是什么时候 然后这么一款酒的风味 摊开试酒师的笔记 依产力区块做区别 把口感 香气 年份记录下来 其实一个试酒师的培养 我说真的 如果你要严格讲起来 其实我觉得失眠不算少 他的专业知识的培养之外 然后还有一些胆识 例如他还要去参加比赛 他还愿意在台上去竞争 有人称试酒师是餐桌上的魔术师 一间餐厅的葡萄酒大城 在台湾试酒师虽才刚展露头角 凸显的却是餐饮消费文化中 最难得的专业信赖